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酒节生混沌 提锈猪柔生 啤梅的生魂 许悦了星肠 直接去咚咒 贼街祝寿 我不再沉睡 将红云永不退 苦点收尾 曾用陈旧身为 围崖 黄孤的墓珠 我前进脚步 飞升同身无天皆不出 驻散着名书 让初天 让花圈 让我无法我 绅士的孤独 我不再沉睡 将红云永不退 苦点收尾 用陈旧身为 围崖 顽固 当不住 我前进脚步 飞升同身 无天皆不出 驻散着名书 让初天 难花去难忘无法我 绅士的孤独 一匹地劫 你是什么 地劫功法 就为了换取是一个女奴 你你你你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知不知道 地劫功法意味着什么 那小子 不是青云门的人吗 地劫功法 呵呵 别说你 整个青云门 都不舍得拿出一部地劫的功法 龙主 要不要我去 不需要 他们毕竟没有闹事 若等下真的闹起来了 那不妨就让他们知道知道 这春风楼 是谁说了算 是 不过此刻我身上并未带着低阶功法 日后 我自会派人送给你 哦 我们走 我还真当你有低阶武技功法 没想到只是为了成口舌之快 小辰哥哥 那可是低阶武技啊 放心 我自有分寸 小子修走 敢和我们相守长东西 你活得不耐烦了 啊 真邪乎 无法近身 怎么回事 那个人怎么晕过去了 不知道啊 可能中了什么妖法 这人究竟是谁 好强的尾牙 我神通经九重的修为 在这股七十年前 竟然没有丝毫反抗的勇气 幸好刚才没去招惹他 小辰哥哥 自从你醒来 我总感觉你越来越不一样了 别乱想 好吃不贵的大肉包子 bij 上 闭嘴 再厅就把你还回去 这女孩好有趣 你不会说话吗 哼 哼 终于要开始了 萧承哥哥 你说什么要开始了 没什么 走 我陪你继续逛街 好意 青云门已下犯上 今日 我们便要血洗青云门 血洗青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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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 区区一个天元玉 也将你下成这样子 爷爷 不是我害怕 真的是那个小子太强了 您不知道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我 我只在爷爷一人身上见识过 亏你还是我的孙儿 这点眼力都没有 那小子身上定然有什么 可以提升气势的法宝 川儿 你也是神通境巅峰 若想要在气势上压倒你 至少也要突破核道境 这天元玉雷弱 除了神剑锋那个老不死 还有一些散兄 加起来也不过三五人 对啊 烂你扶不上墙 川儿 我今日找你 还有一事要吩咐你去做 啊 爷爷请吩咐 方才 我接到家族总部的消息 要我们铲除一个门派 并且将其中一人带走 这件事情 就交给你了 我会派封长老协助你 是 不知道是什么门派 居然要封长老出手 十年前 他便突破到了河道 而且他为人痴狂 心中只有午休这件事 现在的行为 恐怕已经达到了河道三重 快去禀邦门主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三大势力会围攻我们啊 我还没成绩呢 我不想死啊 别怕 我们 我们还有朱天尊呢 狗屁 三大势力全都来了 朱天尊一样完蛋 段思良再不出来 我们就强攻了 你们不要乱来 门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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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思良 今日就是你们青云门 灭门之日 神童境巅峰 竟然来了不下实位 听说 你们已经臣服了一个叫什么 朱天尊的家伙 让他出来吧 今日 我们三大势力就要让他 死无葬身之地 朱天尊前辈是何等人 岂是你想见便能见到的 前辈你怎么还不回来 小尘哥哥 我今天太开心了 只要你开心便好 对了 你带着他先在城内逛逛 我有些事要处理 晚点回来接你 好的 小尘哥哥 你乖乖听姐姐的话 对了 小尘哥哥 天原床有一家酒楼 菜品特别好吃 我先去安顿一下 这样你回来 就可以直接吃饭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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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冲山在岭 任世破天径 任雪装破肩兵 与一提觉醒 膩慰绩炸 之爱之明 把命负极不碰望把手渡行 捆手的刀条握紧你手 嘿嘿别走来来 看全脚红碎天地腐朽 不败一路带火花雷鸣走 我不再沉水张红月 用不退苦的修为 奋勇成就身为 围崖望顾等不住 我渐渐脚步 飞身同身 无天皆不出 住在这名书 让初天 让花却让我无荒 我绅世的孤独 爱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